来来来 在这里 每一道食物背后的故事 都有人辽若指掌 感谢用心耕耘的人 以及懂得品尝的你 农民食堂开饭了 一起吃饭吧 为了准备一餐营养美味又健康的晚餐 挑选好食材就是关键 大家好 欢迎收听农民食堂开饭了 我是大米 请问您平常都在哪里购买好食材呢 是实体店面 超市 卖场 还是网路电商平台呢 最后这个透过网路这种方式 可能是大多数人比较不常用的 毕竟对于买蔬菜水果 买鱼买鱼 肉好像就是要眼见为平 手拿起来秤秤看 最好还能喊个价 买一根葱送一颗高丽菜 对不对 这其实也是传统市场迷人的地方 有人情味 有信任感 不过对于年轻世代 擅长运用网路的这个时代 买口罩都能够用网路了 在电商平台买个菜 打个折 那有什么难的 重点是你买对了吗 买到品质 有保障的农产品吗 为了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疾病 所谓武汉肺炎的疫情 对台湾的农产品产销造成的影响 农委会号召了国内44家电商平台 共同举办台湾农产嘉年华 满500送50的网购活动 哇这听起来比一般百货公司的更优惠 有没有 从现在开始到6月30为止都在进行中哦 只要在农委会合作的44家电商平台 购买指定具有溯源国产的农产品 超过500元以上就能够马上拿到农委会回馈给消费者的50元 回馈金额无上限 总计有超过6000项的国产优质农产品可以选购 像我自己啊 常常使用的几个平台 直接跟农夫买 或者是上下游 还有像无毒农 三小市集 天天理人等等 还有更多大品牌电商也都包挂在内了 总之防疫人人有责 用吃来支持台湾农业 照顾自己的健康就是这么容易 而且竟然还有优惠 一渐几够 大家好好利用吧 记得关键字是 台湾农产嘉年华 买500送50欧 农业知识小百科 你烤了没 你知道世家的绰号 为什么叫翻荔枝吗 五四三二一 请解答 根据文献记载 世家是在荷兰统治台湾的时期传入的 因为世家小时候的果实形状像荔枝 所以就被叫做翻荔枝了 当年台湾种世家的产地 是以中南部地区为主 在《猪罗宪制》里头记载着 世家果似波罗蜜而小 种子荷兰 胃干而腻 为酸 夏尽秋初熟 一鸣番梨 直到1970年代末期 世家产业往东移 才逐渐发展成为台东的地方特产 而后呢 又引进凤梨世家的品种 导入了产剂调节技术 形成产业之后 开始外销 成为出口量仅次于凤梨的出口水果 而关于凤梨世家 它是棱子番荔枝和世家的杂交种 果肉洁白如玉 口感细致Q弹 听起来很像美容保养圣品吧 不管是世家或凤梨世家 都是高糖度的水果 但只要把握适量品尝 它的营养价值是不输巴勒 苹果和奇异果的哦 大家一定都吃过凤梨 也吃过世家 可是凤梨世家你吃过吗 如果没有 我只能说你的人生 错过了Q弹爽口 生地啊生地的初恋滋味 今天农民食堂就要带大家好好认识这个水果咯 今天来节目中的是一对 年轻的夫妻党 他们在台东种凤梨世家 是谢锦宏还有林佩颖 哈喽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你们第一次到电台受访的经验吗 对 对哦 就是种了凤梨世家当果农 其实也是越当越有自信 可是就没有想到 为什么有一天还得到电台 去讲自己种植的故事 会不会这样 会 会哦 所以接到我敲通告的时候 有什么心情 哦接到这个通告觉得蛮意外 但是也是常尝试看看 所以有跟先生讨论过 嗯 那也问一些家人的意见 家人是觉得说我们年轻 就是可以试试看 嗯 然后讲讲自己的经验 让更多人知道说 这个产业或是这个水果也 也很不错啊 嗯 第一时间家人的反应是会 有什么担心吗 还是还是会啦 就是说 嗯 要在家好好工作 哈哈哈哈 就是 除了工作这么多 要跑去那儿乡 对吧 对啊 还有两个baby要照顾 对不对 嗯 我要先那个了解的 就是我个人非常想知道的部分 不是凤梨世家 而是双胞胎 哈哈哈哈 家里有一对双胞胎嗷嗷待哺 对啊 他们几岁了 嗯 两岁 一个月 正好玩的时候耶 对 现在很可爱 很可爱 现在很可爱 小朋友你们以后会听到这一段爸爸妈妈的节目 他们说现在很可爱 哈哈哈哈 接手凤梨世家这整个工作经验里面是大概六年左右嘛 所以小孩子的出现跟整个工作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一些更大的挑战 是在自己预期中的吗 嗯 是在自己预期中 但是也不会到很大的挑战啦 就觉得还还OK 嗯 只是生活变得真的很紧凑 嗯哼 然后如果很浓忙很忙那时候小朋友又在胡闹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可怕哦 是有公公婆婆帮手一起带的是吗 有有大家都在家里面 那个一起闹其实我们大概也很难想象 世家园子里面两个双胞胎两岁多一起闹是一样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可以有那个具体一点他们通常怎么闹吗 现在长大一点的比较好他们还会帮忙推推篮子啊只是就是会乱推嗯哼推不到你想要的地方但他们就是请他们帮忙他们都是很乐意的嗯然后有时候会拿四架起来玩啊不小心就摔到地上 然后就自己买对不对 就报销了 报销了 在景洪这边哦也可以聊聊看因为回来台东用回来两个字当然就是你自己就是台东这里的小孩哦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小时候生长的环境然后家里种凤梨世家的一个脉络吗 嗯我们家其实就是从从我爷爷那一代就开始是在误弄的所以我到这一代已经算是第三代了呃现在想起就是以前小时候以前的那种那种生活就是除了去学校以外那假日就是得回家嗯要帮忙嗯对那不管是旱暑假或者是或者是那个呃平常的周秋二日那所以说 以前会对放假会有点排斥 哇结果现在自己从事的工作就彻底的让自己没有家可以放 嗯对然后所以所以那时候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放假就是不管是呃寒暑假或者是周秋二日就是大家同学都可以约出去玩啊 嗯然后不管去买买东西或者是去学校一起运动也好对我来说这种时间反而相对的 就比较少比较少比较少少的可怜对哈哈哈我帮你说对那因为家里其实也很多工作要帮忙啦自己看那个爸爸妈妈这样这么辛苦其实想放假虽然说出来应该也是也是有机会就是可以跟同学一起出去但是还是开不了热口嗯对因为因为爸爸妈妈其实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嗯对那也想要想要分担一些啊对那 那所以说以前对对于放假其实我没有这么多的那么多的期待嗯嗯就是那时候家里多少小孩那时候就是我还有我两个弟弟哦全部都要一起帮忙嗯对嗯那你是大哥耶对哇大哥压力又更大一点哦嗯就是父母会会会有比较多的期望放你身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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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时候也就都开始有耕作凤梨世家吗 凤梨世家应该是从我爸爸这边才开始 才开始做的 那我们家从我开始有记忆来 是一开始是种那个传统世家 就是以前现在说的那个大漠世家 然后后来又有种高阶梨 然后后来又在凤梨世家这样子 为什么你小时候的那些成长经验 那么辛苦的务农的经验 然后看爸爸妈妈那么辛苦的这些历程 到最后你还是选择了你连学校 在大学时期你就开始接触农业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选农业相关科系 为什么 没有想要逃离 其实有 说老实话很好 对其实有 但是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爸爸妈妈 他有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说 他不会要求我们去选什么科系 但是他是希望说 我们自己要有兴趣 所以那时候在选田科系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 要填农业相关科系 对那后来是我 我爸爸一个朋友 他有提到这件事 那所以我就有再去 针对这个地方有再去考虑过 所以就选了农业的科系 选了那个科系的时候 心里头有一种就是下定决心 觉得自己就是会回家吗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 可是那不就是一种 It's a sign 不是这样子吗 其实在 一直在求学过程当中 从其实从大一开始 一直到研究所 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面 我都一直有在思考说 是不是究竟要 一毕业就回到家乡去乌龙 对那这个也 一直一直在我 我这段求学过程里面 一直很很很困扰 那刚好我身边又没有跟我一样 有在务农 又是在学 就是在从事 应该是说就读农业科系的一个同学 所以我也不知道找谁讨论 对那一直一直是到研究所 然后遇到佩颖 那后来我们两个就是有在讨论 然后学校又有很多学长姐 她毕业以后是从事农业 那那时候我们两个才开始 在认真讨论说 是不是我退完她毕业 然后我们再回家乡去 你连当兵选的都是农集团啊 对对 你手在那边跟我说你想逃离啊 根本没有 没有 然后选的女朋友 还是把你推回去 推一把的 对不对 配颖 你是不是感觉 她其实心里面 就是向着农 想要务农的生活 会不会是这样 其实我跟我先生认识的算蛮晚的 因为我们大学没有同学校 我们是研究所 最后一年才比较熟的 要毕业前才比较熟的 然后就像她说 那时候我们有很认真的讨论过 未来的路 要怎么走 那因为既然在一起 那时候也还没结婚嘛 就是在一起了 那就觉得说 如果可以一起回来试试看 那我们就一起回来嘛 如果真的不行 我们到时候再想办法 所以那时候她退伍了 那我也毕业了 我们就一起到台东 重新开始 你们等于出社会就进园子了 没有外面的其他的工作的阶段 你们很清楚的 毕业了就进了自己家里果园 就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 是这样 对 哇塞 身边有没有充满了敬佩之声 就是好歹就是两个都是 走了一般的学习的途径 然后可能很多人的选择 会是在上班产业的 对不对 对 对 两个 我觉得好 这两位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继续聊下去是 其实配营自己也不是农家子弟啊 你是吗 台南小孩 对不对 我算半个吧 因为我爸爸算也是 因为我主要是学花卉的 花卉也算是农业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那时候也是 我也是念农业相关科系 我们都是园艺系的 那一开始会学园艺也是 因为从小爸爸就是种花 那我就是也在旁边跟着玩而已 就看着玩而已 那那时候要选天 我其实也没有特别什么想法 就想说那试试看好了 一开始真的没有说这么有兴趣 那也是真的愿念到后面 到研究所才真的觉得说 其实农业真的蛮有趣的 那就可以试试看 尝试看看 所以说毕业之后也很多想法吧 年轻人就是想法很多啊 那就回来就试试看 佩颖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到景洪他家 然后到了这个世家果园里面 他家是一个老错对不对 然后被还让 我是看报道的 就三合院 三合院 有印象怎么样 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记得我那时候的男朋友 我先生第一次带我回家的时候 他其实也蛮紧张的 他也会怕说 我会不会不习惯乡下 或者是觉得很无聊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自己也蛮意外 我到那边蛮平静的 就是没有什么觉得好无聊 这就是乡下 因为我也算是在乡下长大的 就是奶奶家也是三合院这样 所以说其实觉得也蛮亲切的 那比较深刻的是 因为我们家现在还是烧财 洗澡还是烧财 你是说台东家里 对 哇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烧财 我就觉得说 这样的生活其实也很平静 对啊 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 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过太多 未来会回到台东去工作 就是跟男朋友回家嘛 然后就去玩一下 但是不会说很排斥这个地方 然后后来毕业后回去 做了一阵子也觉得说 当然一开始还是有一些磨合期 就是说 怎么跟我在原本家乡生活 好像有点不一样 但是其实不会说想象中的 什么很无聊啊 没事情做啊 就是晚上的时候 你变成很少追剧滑手机 你更多时候是坐在那边 跟一些长辈朋友 听他们聊天啊 聊一些家乡的事情啊 聊一些务农上的事情 你只是就是换个心态以后 你觉得这一切就多了很多人情味 是 可是那周边是还有很多住户的吗 对 也都是以凤梨世家这个农业为生吗 在台东地区应该是 大部分的农民都是以世家 或者是凤梨世家 做那个他们栽培的住 是 那我们也应该要切入 这个今天主角凤梨世家本人了 我觉得就是先认识了 是谁在种凤梨世家 然后再来听听凤梨世家 这本人到底被种成什么样的模样 什么样的口感 我想那个品尝起来也特别不一样 其实我刚刚看到了 你们带来的凤梨世家 我是真的有陌生的感觉 但我不知道全台湾 到底跟我一样的人多不多 你们现在也蛮常接触 第一线的接触消费者 这真的是一个令台湾人陌生的水果吗 可是它已经在台湾引进非常多年了 对不对 其实凤梨世家 它不只是对一般的消费者 连对我们本科系的学生来说 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水果 因为目前它主要还是以外销的同路为主 所以说在国内的部分 就是相对来说会它的 大家可以在市场上看到的机会 它就变相对小很多 所以说一开始我们创立这个好食国子 也的目的 就是希望说能够把凤梨世家这个水果 能够让大家能够更认识 那知道不只是认识它 知道它怎么食用 然后知道它什么时候吃是最好吃的 因为我们遇到很多消费者都说 那个他们都比较喜欢大漠世家 像我有朋友他就是说 我们都会寄给他吃 他说他吃到以后 他在家里吃跟他来到我们家 我们切给他吃 那是完全不同的口感跟风味 为什么 对因为它其实凤梨世家 它放越软它会越甜 然后它越没有口感 不见得好 对对对 因为凤梨世家 它为什么会有个凤梨名字 就是因为它有一点点 带有一点点酸味 那所以他们在 就是一般消费者在吃的时候 都是跟那个大漠世家一样 放到很软很软才要吃 那其实那个已经是过熟了 对它已经厚熟 就是太熟了 所以你吃的时候 就是已经没有它凤梨世家 它原本的风味 就变成只有很甜 然后又吃起来软软烂烂的 所以它的正确的吃的口感 得到的口感应该是要有Q的吗 对 可是它的长这样子 真的对我们陌生的感觉是 我要从哪里扒下来 会扒不下来 对 一整片 所以等于是要用削的 用切的嘛 对对对 那皮要切到切掉多厚 要切掉很厚吗 其实它的皮不用切掉很厚 它就有点像是西瓜或哈密瓜这样子 把它切成一周一周的 那如果说要比较 比较优雅一点吃 再去皮这样子 然后用叉子这样子 不然就是切成一片一片的 然后就直接像西瓜这样子吃 吃完就好了 是 对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一般消费者去控制它 后熟 所谓后熟的那个熟度 比较不懂得拿捏 问题是处在这里 对 可是那这很难教 你们能够说 你就是放几天 这也很难针对水果就直接去讲 你要放几天 那是需要再结合判断的吗 嗯 你怎么判断 通常配银还要怎么教消费者 像我们现在都是跟我们的客人说 就是我们在出货的时候都会服务一张DM 然后就是跟你说 用触感下去摸 摸摸看果皮 它四家如果还没有软摸起来非常的硬 但是如果开始软 它摸起来它开始会有一点弹性 那你去摸它 可以 我们之前会说像橡皮茶 那种有点硬硬又有点QQ的那个口感 或者是像我们自己的肌肉 就是现成就有摸摸看 那种软软又有点肌肉的那种 那个触感的时候 就可以下去切了 但是一般消费者都会摸到那种皮整个破掉 那就是真的太软了 所以说 当客人听到说 你们在卖四家 那我要买 我说好啊 可是我们是凤梨四家 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传统四家 那凤梨四家有够甜的不好吃 然后我就会再跟他介绍一下说 凤梨四家其实你不要放那么软吃 吃起来很Q 然后很有嚼劲 然后又酸酸甜甜的 你可以试试看 那消费者有一些就真的想说推销了 就买买看 买回去之后 他就再传讯息啊 或是打电话说 这凤梨四家真的跟我以前印象中的差好多 真的是Q的 我说对啊 你不要太软吃 然后在那个刚刚好的熟度下去切 它是风味其实是真的很好 所以说我们回来做五六年了嘛 那所以一年一年 那个消费者也会越来越多 大家就是会发现说 这个水果跟印象中的不一样 但我们还是觉得很可惜 就是知道这个水果的人真的太少了 我们对凤梨四家的误解太深了 是这样子吧 那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吃凤梨四家 是什么印象 什么感觉 我第一次吃凤梨四家 我说真的 我自己第一次吃凤梨四家 大概是在我二十几岁 也是我有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先生他研究所的实验 就是做凤梨四家的实验 所以他常常会有一些果品嘛 然后他有一天就带来我们宿舍 就说要请我们帮他做品品 就是品尝 然后帮他评分这样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凤梨四家 也是第一次吃到凤梨四家 然后就觉得 因为我自己是园艺人 我都没有听过这个水果 然后第一次这个时候就觉得 好特别的水果 但真的也没想那么多 但真的自己开始经营的时候 才会开始思考说 到底应该怎么样把这个水果 这么好的水果 他营养价值又很高 怎么样用一个方法来介绍给更多人知道 所以要介绍给更多人知道 然后可是明明知道 它是一个主要以外销为主力的水果 那等于是你们是要 想要好好的开拓国内市场咯 那国内的需求 你要怎么样去让人更认识 然后接受 然后再来带动需求 所以成立品牌是一个 比较在早期就应该下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判断决定 对不对 对 那那时候好食果子 那时候的你们的构思有哪些 会怎么样去想这个品牌 然后怎么样去推 就是那时候跟我先生讨论说 那我们做自己的品牌 我们要叫什么名字 那有跟一些做设计的朋友聊过天 那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很喜欢有故事嘛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 年轻人回来就蛮有故事性的 那名字呢 我们就自己是务农的 自己又是学农的 所以说会希望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好食果子 大家一开始听到都会觉得是食物的食 但是我们偏偏选用了时间的食 那其中一个意思就是 也是取谐音啦 好食嘛 我们希望在最好的时间点 把最好的果子呈现给客人 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都会透过产期调解下去做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家自己出产的水果 就是扭习 要扭习的水果 那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 我公公算是半个客家人 对 好食在客家话来讲就是好吃的意思嘛 whose 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说好食果子就是 好的时间点出产了好的果子 那也希望说客人吃到 第一个想法是好吃 但是我们就特别选了时间的食下去 去做品牌的名字 你正在收听的是农民食堂开饭了 我是大米 台湾凤梨世家近年种植的面积 大约有2000公顷左右 每公顷产量大概10公顿 目前台湾凤梨世家外销的市场 将近98%是以中国大陆为主 难怪我们自己很少有机会吃到啊 幸好有世家果农第三代为我们谋福利 不过要先科普一下 凤梨世家是需要厚熟的水果 农友在采收的时候会挑选刚好的熟度出货 让大家收到清脆粉嫩的凤梨世家 在宅配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过度的软熟 或造成碰撞受伤的问题 只不过呢收到凤梨世家之后 什么时候吃最恰当 那就掌握在消费者的手里了 今天节目来宾是77年次的谢锦宏和太太林佩莹 锦宏从小在台东县顶岩湾长大 当他就读嘉义大学园艺研究所的时候 就以凤梨世家采收后储存当作研究主题 返乡务农之后用草生栽培种植 并且和妻子共同创立好食果子品牌 每年举办的凤梨世家 优质果园评件的冠军和亚军 常常都是他们家人的名字 有点厉害 好食果子 这个品牌的成立 其实我想它应该也是 在你们当地的凤梨世家产业里面 会不会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形态 因为凤梨世家产业这么样历史久了 可是它主要以外销为主 所以大概就大家比较不会有成立品牌 然后想要自产自销的这样的模式 对不对 你们算是罕见的吗 如果是以成立品牌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少人在做这件事 因为以外销来说 它只要采收完 然后分级分好 那就送到包装厂去就好了 那其他后续的工作 其实它都不用做 包括你要成立品牌 那你要接单 这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还有出货 还有客数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后面的工作才是 最应该怎么讲 最繁琐 对最繁琐 腦圆 然后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状况 嗯 那其实这部分需要花很多心力去做的 那所以相对来说 比较少人会愿意在这个地方在做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以果农来说 呃台东的果农 它其实年龄层还是算片高的 嗯 那所以说 比较呃年长的长辈 他其实也没有心力在做 如果是采收以后需要贩卖的事情 他们可能就比较 没有这么多的心力在去 在这在这一块上面 就是发包给别人了 就是后端就是不要再去忙了 没有心力了 对对 那两位的心力纯粹来自于年轻吗 我想应该还是也 就是那个热情 还有可能对于这个市场 国内的市场也是有一些期待 五年六年嘛 还没有被太大的挫折打败过嘛 配音说说看好了 品牌的行销的部分 好像主要是你来负责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 在贩售的过程中 当然挫折还是会有啦 就是介绍一些客数啊 但是每一次的事件 都会让我觉得 那就是一个学习 你又知道怎么说 去解决这个问题 下次不要再让客人有这种 这种感觉了 或者是说 因为每年我们会遇到的问题 都不一样嘛 那务农 其实人家都说看天吃饭 其实你要看的 也不是只有天啊 那你要看到的是 天时地利人和 很多环境 其实很多地方要去克服 那我们一开始成立品牌 主要还是希望说 它可以这么好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分担一些 在国内可以去做贩售 那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像刚刚说 可能到现在 还是大家对这水果 还是真的是 算是陌生的 它不像是火龙果 或是一些其他的芭拉 在台湾已经是非常普遍的水果了 那通常都是只有少部分 进到台北市场 几乎很少 我自己在逛菜市场 都很少可以看到这项水果 所以我们就觉得 其实我们可以做做看国内嘛 但是一开始一定是不容易 就是可能创个粉丝专业啊 然后从自己的熟客开始做嘛 就是自己的朋友 给你支持一下 那大家买了以后送人 大家吃完以后都觉得 这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还蛮好吃的耶 然后就开始会送礼啊 介绍给越来越多人 所以说这样五六年下来 其实我们累积了不少的消费者 跟不少的熟客 然后每年到的时候 就会私讯我说 开始了没有啊 好期待哦 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凤林寺家 还有有些妈妈都是说 小朋友很喜欢这水果 因为可以兔子嘛 他们就一边吃一边玩这样子 景宏的父亲 之前应该也是都 就是都交给外销 对不对 所以你们的这两代之间 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对外销的模式 还有现在你主要想要做 国内资产自销模式的看法 其实不管是栽培也好 投资也好 大家都说要分散风险 对那其实我们也 其实也在做的 其实是这个部分 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同路 能够再多元化一点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一直 想要努力去做的事 可是其实这个要做到多元 其实蛮困难的 因为毕竟这个水果 它比较特殊 那大家也对它很陌生 那在推广起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一开始听到 其实就是觉得很新奇 可是会不会真的想要去购买 那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 虽然说每年都有在稳定的成长 但是还是走得比较辛苦一点 你们的面积有多大 自己栽培的面积大概 以凤里斯加来说的话 大概是十公顷左右 十公顷 对 然后是不是爸爸妈妈也都还在工作 你们是全部两代人 现在一起工作十公顷吗 对 你跟你妈妈会划分区域吗 跟爸爸 我们有自己管理的活源这样 会有竞争的感觉吗 其实一开始也都是 一起跟着家里这样做 那其实时间久了 还是会觉得家里的长辈 是希望说自己能够独立出来做 那会对整个栽培过程 会有比较跟透彻的了解 因为其实如果是跟着做的话 其实很多很多事情 是家里面他们原本 就是已经有安排好 计划好的 那你想要再尝试一些 新的东西进去的时候 其实会有时候会有一些 也不能讲冲突 但是会跟现有的栽培模式 会有一些抵触 所以说还是有一部分 把它分出来 那我们两个自己去做栽培管理 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栽培管理的方式 有比较明显不同的地方吗 其实来说应该是大同小异 对那我们其实从种 因为我们是以前 最主要是种高杰礼 那其实很多栽培的观念 都是从那边再延续到 凤一世家这边 可是以好食果子来讲 它的行销的部分 其实你们还特别成立了个农业合作社 可以介绍一下那个成立的农业合作社的部分吗 这个合作社我们还在筹备中 是啊 去年开始八起 然后今年要进入筹备的阶段 希望可以在接下来这几个月把它完成 对那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觉得农业其实还是要团结 它的力量才会大 那如果可以把好的农友 跟好的栽培技术都团结在一起 那我们一起努力的话 其实未来的 至少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后盾一个团队 未来要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会比较有力量 所以这是我们开始准备成立合作社的想法 这个由你们发起 你们算是最年轻的吧 会不会在凤梨世家产业里面 还有更年轻 还有更年轻 对还有更年轻 所以这个农业合作社听起来 成员可能也都会偏年轻会不会 以目前来说是 是哦 对对对 你们有什么样的构想 觉得这样一个农业合作社 期待它的运作 然后带动的效益是什么 其实成立这个合作社 最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一起打团体战 而不是单打独斗 如果说要跟一些同路区洽谈的时候 其实自己的产量也有限 就算是自己的产量够 其实在整个产季里面 我也不可能说很稳定的供货 所以希望说 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一些农友 我们一起来 算是一个成立合作社这样子 因为最主要 我们还是希望说发展不同的通路 所以说在发展不同的通路过程当中 其实价格其次 要如何做到一个稳定供货 这其实是一个 算是一个挑战 希望说把这个产业能够走得更长远 所以跟你们一样 期待着国内的市场 慢慢被开发出来的 其他的凤梨市家农友是有的 还是说 其实觉得在国内市场真的不好推 觉得还是都外销好了 哪一种声音比较大 在你们身边现在感受起来 其实以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都还是希望说 能够有不同的管道去销售 其实这才是一个 应该是说比较是我们长期 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最近武汉肺炎的这个事件里面 也会是对于你们看到在地的 凤梨市家产业 有一些很明显冲击的地方吗 关于这部分 其实是危机也是一个转机 对 因为一直以来 凤梨市家的价格 其实算是在市面上 所能够看到的水果 它其实是 它的单价算是偏高的 因为这一次的发生这件事的关系 所以说它的市价价格 其实在年后那段时间 它是算是比较 它在我们台中地区那边 售价是比较 没有像之前那么高 那要去推广 其实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价格 大家就算是知道好吃 其实它那个价格 比较偏高的话 其实会真的下手去买的人 还是有限 其实透过这一次的机会 能够让更多消费者 能够愿意去购买 愿意去认识 其实对这个产业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完全说 一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是 所以你说它也是个转机 对 而且我听了你刚刚 其实强调了两次 希望有多远一点的销售通路 这也就是证明了 像已发生一个国际的 这么大的疫情来讲 也就更证明 你多元的销售管道 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你们在五六年前 能够成立好食国子 开始能够慢慢经营国内市场 这一次就 我不敢想象说 你们这一次 有没有因此而 就是喘口气 没有受波及 但在我们国内的消费者而已 我们会觉得 好棒哦 好险你们耕耘了这么久 信任圈也建立起来了 像是刚刚佩颖说 很多消费者就会知道说 每年就等这个时候 可是刚刚提到一个关键 就是价钱这件事情啊 我看到早期的一份资料说 在当年凤梨市家刚刚上市的时候 因为它的风味太特殊了 而且数量还很少 它曾经创下批发价 每公斤三百元的纪录 请问现在是几口 请问一下果农 现在价格大概 卖价是最末端的消费者的 买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如果是以末端的话 应该还是要看那个 因为其实这个价格 其实浮动很快 所以说也不能说一定是多少钱 但是做国内市场 主要还是以宅配为主 其实运费非常贵 所以说如果说要再加上运费的话 大概是在一百五上下 一公斤一百五上下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运费真的是 因为你居然是只有一盒 只有三公斤 运费也是这样 你如果是到十台斤 就六公斤 运费也是一样 对所以说那个单价 其实受到那个运费影响 会落差非常大 是 那我们也应该趁机会了解一下 为什么凤梨市家 它是一个这么高单价 是一个这么高成本的水果 果农可以稍微跟我们分析一下 它的耕作的历程吗 它需要投入的这些人力啊 然后环境的考验啊 病虫害防治可能都 有它的难度 很大的难度 凤梨市家它其实是一个 算是一个 需要非常大量劳力的一项 一个作物啦 最主要还是在寿本期 因为比较少作物需要说 要一个一个寿本 当然还是有 但是但是以 就是整个大众的水果来看的话 需要人工寿粉作物还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在人工寿粉这一块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说到人工寿粉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花粉 你要花粉才能人工寿粉吗 那花粉其实它 第一它保存不易 它不像是温带 温带那个果树一样 那花粉如果保存好的话 放在低温的话 可以储藏个一年两年 它都还可以拿来做寿粉 可是以凤梨市家花粉来说 你放个两天三天 它其实花粉活力就已经下降很多了 所以说花粉也是需要 一个成本的 那还有寿粉 那寿粉它不是整天都可以寿粉 寿粉还有调时间 等于说在寿粉期 一天能够寿粉的时间 其实是有限的 那这个就变成说 你要非常多的一个人力去做寿粉 才有办法在这么短时间内 寿粉到就是预期的一个足够量 寿粉期大概都几月份 寿粉期大概是在八月到十月份 那时候不是台风季节吗 对 哇塞 台东这个考验太大了 对所以说如果说有 不要说台风进来 如果说外围环流 如果有带来一些雨的话 其实寿粉期的工作就一直演一直演 那等到天气好 你要再去赶的时候 其实是要追得很辛苦 因为花其实一直开一直开 它不会因为说 你今天下雨或今天台风来 它就我今天先不开 对它其实一直开一直开 所以在寿粉期的时候 其实那个花期的压力 其实也是蛮大的 景宏你自己从小就看着阿公啊 爸爸这样子 在台东种植世家这种岁月下来 台东的气候的考验 然后现在气候变迁的这种考验 也越来越变化越大 这些东西对你来讲 你来得及去应变吗 你觉得身为农人面对这些考验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这几年来 一直面临的一个挑战 因为每年它其实遇到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其实以单一个作物来讲 它如果说你在单一个区域 你种越多的话 它其实那个病从害的问题会 一年会比一年还严重 那不管是资财的种类 或者是抗药性 其实它这个东西一直一直都在变 所以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随时接受新的咨询 然后随时去调整我们的病从害防治 或者栽培方法 这都我们要去一直去跟那个改良唱 或者是一些以前学校的老师 一起去做讨论 然后一起去调整我们的栽培方式 看这个书要不只读的要够多 还要随时还跟学姐 展观学姐还要一直合作 以前务农的人会比较自卑的说 叫小孩好好读书 不然就只能跟我一样种田 田务农其实已经不是这样的年代 现在的考验 现在需要的这些知识 尝试进修 根本都感觉好像没一个底 对不对 对其实我爸爸他也常说 其实从事农业 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学问的一个集合 因为像土壤有土壤学 土壤就是一门科学 对那还有病虫害 病虫害又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个科系 还有栽培 除了种以外 你还要会卖 你还要会行销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产业 但是你小时候每个假日都得要耗在原子里帮忙的时候 还不知道这么累这么忙 对不对 其实那时候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 其实也自己都没有想那么多 现在算是凤梨世家产季吗 正是在收成的时候吗 是 最忙的时候 现在已经比较没有那么忙 因为其实量最多的时候 其实是在那个农业年前 好食果子 其实也不只是有凤梨世家 还有凤梨跟火龙果是吧 对对对没错 但是因为其实 其实我们 我们没有没有取一个 比如说像一个世家的一个 谐音的一个名字 其实也是希望说 能够未来能够有不同的一个发展 有的一个空间 所以在我们回来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有去尝试其他的作物 像是红楼果跟凤梨 这里都是我们有去做尝试做栽培 做翻售的一个水果 我觉得是你们自己给自己找茶 因为要你卖凤梨世家 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很直觉 哦凤梨哦 凤梨怎么卖 没有就跟你讲世家 是凤梨世家 然后结果你们不止有世家 对现在还有凤梨 所以会不会 请问那个负责行销端这边的配音 你会不会有时候 被客户弄得一个头两个大 他到底是要买凤梨还是要买世家 不会不会 他产机是错开的 好吧 你看我问了一个多外行的 怎样错多开 你倒介绍看看 我们好知道什么时候要找你 我们的凤梨大概就是夏季 那凤梨世家就是冬季 对所以说两个比较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在夏季要买世家 我就会推荐他买传统世家了 哦传统的大木世家 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的 冬天也有啦 他大木的世家产季就比较长 他从七月 就是早一点的六月开始就会有 然后一直到冬天过年的时候到都有 哦了解 所以你们是连传统世家也都还有耕种就对了 有有有 哦 这样甘育会来 就到底那个年轻夫妻 然后2018年双胞胎冒出来了吗 我真的讲得好像冒西瓜凤梨 我容果一样用冒出来 最后分享一下这种农家生活好了 在台东 其实台东对很多都会去的人来讲 是很有吸引力的感觉是度假的地方 可是你们是选择在一个度假的美丽的地方 然后从事自己的事业 然后而且是务农的这个产业 又挑选的是一个蛮顶级的水果这样子的 虽然说那也是家里的原本的务农的产业 那回来接 然后两个人用各自擅长的领域这样发挥 然后还有baby啊 这样经营家庭 你们通常怎么分工 然后怎么样是有感觉 对这是我们选择的很值得 有哪些时刻会有这种心情没有 我觉得务农最大的就是比较自由 你如果真的不想做 你就不用去 你没有上班打卡的压力 因为工作一定是做不完 如果你想把它做得更好 事情永远做不完也很多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放假 想休息一下 它是随时可以停下来的 那因为小朋友出生了嘛 因为还小 所以也是除了真的说采收期很忙的时候 大部分我还是希望说 有时间可以陪小孩 因为小时时候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那他们在台东也 其实也很幸福啊 因为好山好水好空气嘛 所以这也是很多 妈妈梦寐以求 小孩子可以有一个健康生长的环境 所以我还蛮庆幸我的孩子可以在海东长大 那工作方面的话 先生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我在家带孩子 他就必须要自己一个扛着的责任 去天里面工作 那我就可以在家 不用晒太阳啊 偷闲啊 那因为小孩现在比较大 上幼稚园了嘛 所以说我就是有空的话 除了产记要在家里面忙一些宅配啊 或是销售的部分 那我也是会跟先生去一起去天里面 那我觉得那个时间也是很不错的啊 当然我们可以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啊 如果累了 我们就自己听着自己的广播啊 自己听自己的音乐这样子工作一天下来 其实生活是很充实的 那你就是像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你少了很多 可能一直滑手机的时间 你会有更多时间去跟旁边的人相处 可能因为现在科技时代啦 你就算在台东 你还是可以很前卫的活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嘛 真的 但是你就是多了一种 你可以漫步掉的生活 哇 透露一下你今年几岁 三十二 三十二 我们同年 哦同年 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女孩子 年轻妈妈 然后能够不追剧 然后能够有兴趣点门口点啊 然后听听左邻右舍 叔叔伯伯 讲故事 这是应该是说很聪明的选择 我觉得是因为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其他人特别不一样的 没有感受过的 没有接受到的一些生命的一些体验感受 这样 所以那个选择是对的 把那个先生景洪早早的把他推坑推往 鼓励他 对啊 就是就走这一条路 没错 是对的 是不是景洪 那你的 你有一些苦尽甘来的feel吗 呃 其实 从农这个行业啦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他们的既定印象 都还是很辛苦 很累 但是 现在从事农业其实已经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这么辛苦 这么累 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农机 然后农机的价格 呃 其实也不是像以前这么高 很多工作其实是是农机可以去呃 很轻松去完成的 变成说 你会有比较多的时间 嗯 去做其他的事情 像我有同学来找我 那他其实 他也不是真的来玩的 嗯 他他其实是想要跟我一起去田里面 田里面去走走晃晃 然后其实也体验一下我们平常 平常在做的一些工作 呃 那体验一下这个农村的生活 他们觉得这个生活其实也也蛮不错的 嗯 但是真的要下定决心从事农业 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勇气啊 嗯 对 所以说在我自己身边 不管是同学也好 朋友也好 他们其实也是觉得说 从事农业真的是比较 不是像在外面工作一样压力这么大 比较有自己的一个可以决定自己的时间啊 嗯 而不是整天都被工作或是被上司追着跑这样子 嗯 所以相对下来我们就会有比较多时间能够跟家里的人 能够好好的相处 嗯 而且很多年轻夫妻党可能都会觉得跟公公婆婆住 哎 我这是什么老掉牙的那个八点党的剧 但是想想看在农家真的是有时候越来越觉得很珍贵的就是以前的农家生活这种 有跟爸爸妈妈两代人三代人一起住 然后孩子出生有个互相照顾 左右邻居也都可以有时候互相支援 孩子出去串门子你也不必担心危险 嗯 然后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所以这是我们也真的很希望透过农民食堂开发的这个节目让大家看见 可能大家以前忽略掉的或被扭曲掉以为农家的生活以为农村可能就是落后吗 不进步吗 没有愿景吗 其实这些观念都很过时了 然后现在是带着很多像两位这样子很有想法的 然后一起跳坑 今天谢谢两位来带着好食果子来到节目中 也希望大家对于凤梨世家这个水果呢 今天透过节目有更具体的认识 然后要记得一定要在对的时间好好地品尝凤梨世家 那至于对的时间 这就是很奥妙了 你们自己去上好食果子的官网啊或者是FB去查查看 然后亲自买一次回家自己去衡量看看 你到底有没有抓到了最棒的时机享受凤梨世家 那等于是考验自己了好不好 大家自己找个机会好好挑战自我一下 毕竟是台湾水果要好好支持 谢谢两位来 谢谢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 如果想听到更多农村与农业的故事 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 米米之音 四个字就可以找到了 下礼拜一晚上六点 我们再见咯 拜拜 拜拜